美食快乐起来 美食快乐起来 茄子 您今天要做的这道菜的名字叫做 茄子 菜的菜名不是这个食材的名字 胡同里的茄子 胡同里的茄子 对 这个珊珊是海边长大的嘛 海南人 我泉州人也是海边长大的 你是北京人 对 胡同里长大的 为什么叫胡同里的茄子 因为这个是小鲜的时候 家里经常吃的 而且是在胡同串巷的时候 是这家可以吃点 那家可以吃点 所以就顾名思义给他起 那叫胡同里的茄子 吃百家饭 对 所以这个就像北京有一句土话 说人家胡同串子 对 胡同串子是收东西的 对 我们这胡同吃的 就是拿着一个小盆随便压点 太棒了 所以今天是让我们能够吃到很地道的 北京的胡同里的茄子 很期待很期待 对 那我们介绍一下别的食材 只用了辣椒 对 有老抽 有生抽 有糖 然后有醋 然后有料酒 有蒜 香菜 黄豆跟辣椒 太棒了 因为所有的食材没有什么是有负担的 杉杉你今天可以放心地吃 我们就操作起来 好吗 好 没问题 首先我们把这个取得要选择的话 一般选择长茄子 因为长茄子比较嫩 不会选择圆茄子 因为圆茄子的梗地跟水分不适 我想起来你上次上节目 他上节目的时候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圆的茄子 是吗 一直以为茄子是长的 还有圆的茄子吗 你也不知道 对对对对 这么圆就是跟教授的脑袋一样 一个是就这个模样 太特别了 真的是 OK 要来选择这种长茄子来处理 对 完了后来我们给它做切成条 很简单 切成条 其实就茄子而做的菜 杉杉最喜欢吃的是哪种 哪种 鱼香茄子 对 很喜欢 真的很好吃 是的 鱼香茄子是一个很下饭的菜 是 那能说说鱼香茄子里有什么东西吗 有鱼啊 有香菇啊 和茄子 顾名思义吗 其实鱼香茄子里面没有鱼 对不对 有茄子 是不是没有鱼吧 对 没有鱼 对 夫妻废片里面根本没有一对夫妻 好冷 鱼合体里面就有那种空气凝结住的声音 啊 突然一下 完了后就那什么了 切完了 切完了 完了后没切完 现在是这样 现在把这个弄完了后把这个我们给它切成条 哦 细长条 对 给它改成细长条 为什么把它切成这么的细呢 待会儿 对 一个是方便入味 一个是一会儿我们要先给这茄子炸一下 因为它也好熟 好 这个我们切完了 是 然后呢 现在呢我们先给它调果汁 完了一会儿用 好的 然后呢我们先加一点水 嗯 这个我们都知道今天要做的菜的名字叫 胡同里的茄子 那 除了这个茄子是生长在北京之外 它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胡同特色在里面 它的味道 因为 北京胡同是什么味儿 胡同里的味儿 啊对啊 是什么味儿 就是 杂味儿 什么味道都有 酸 甜 咸 辣 全都有 就是说这种多种元素混的喝在一起的 哦呦 我们加点生抽 给点老抽 你每次一这样讲完以后 它这个就让我 很有那种要去上纲上线的那种 那种冲动你知道吗 你想无味杂陈 就像大胡同里面有很多家人都住在一起 对 真的是每种味道都会有 你这样一说真的是 你看我就上纲上线 调了这个 调了一个汁 对 完了 呃 美女帮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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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荷的 因为这里有糖给它搅化 OK 好的 那我先给这个汤子加点味道 嗯 先加的是辣味儿 对 这个辣椒应该不算是特别辣 呃不算很辣 但是还可以还有一点点辣味 我知道是广西桂林的那个什么朝天椒 嗯 这个特别辣 还有一个什么小米椒 好 福建应该最辣的就是 福建三明地区有个叫黄椒 我的妈呀 去福建玩的人可以试试黄椒啊 那个绝对是福建的代表作 诶其实我家乡有一种辣椒也特别辣 海南哪种 黄灯笼辣椒听说过吗 黄灯笼 是的 我只听说过海南有那种奇怪的食物叫基石藤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它是因为长得像是吗 不是 它是本身就是一个植物的那个藤叶 OK 磨成粉做成的一个那个 哦 所以是那个植物叫基石藤 基石藤 对 名字很特别 好这个我们已经调好调好调好这个这个汁了 嗯 完了呢 现在呢 这个是煮好的黄豆 黄豆 对我们也给它搁进去 黄豆跟日本的那个纳豆不一样吧 不一样不一样 纳豆是发酵以后的 哦 但它也是原材料是一样的 对 明白了 好现在我们做油 好 好开火了 这样放油 这是盛州在2015年推出的白金优选食比喻食用油和食物搭配在一起进行烹饪呢 可以优化膳食脂肪酸的比例 所以你现在是要炸啊 对炸一下它 哦 炸完汤 因为它炸完了会很香 你说到炸 现在那边皱眉头 模特应该最怕吃炸的 对哟 比较容易上火 不是 其实很很简单的话 因为是你吃的油里头的 比如说你油腻或者上火药 是为什么 第一是厨师它做的话 等于它存油 假如有这东西的话 它不存油的话 它其实达到效果会很香的 它也不会熬油 明白了 所以一样有那个好吃的效果 但是不会有那个负担 对 没错 你来着了吧 把这招学会回去的话呢 就可以做给你的家人朋友 是的 珊珊你除了model这个职业能够让你获得很多荣誉之外 你觉得你生活当中什么最厉害 吃 真的吗 你这种吃的不会胖的人 真的 我是挺喜欢吃各种美食的人 对 但是你能节制吗 其实很难 但我会尽量的去控制 没办法了 他一定会控制的 否则你说后面他职业怎么办 对不对 模特要是毁于吃 那真的就很糟糕了 对 好 这个现在是 因为它其实里还有水分 是 所以它冒泡很多 假如说把水分炸干以后 它这个 基本上就没有泡分 你知道冒泡是什么意思吗 在北京话来说什么意思吗 冒泡就是露个头位 对 这个我虽然不懂 露了好几个头 虽然不懂北京图画 但是也上给我网 好吗 冒泡的反应词是什么 潜水 对 平时也会做 做一些 你来做 可以可以可以 好 等一下 别炸到 我估计她在家 珊珊也顶多就是那种 半个沙拉 或者面之类的 珊珊这个姿势 像主方便 对不对 对 主面条 这个姿势 她拿筷子的样 没有了 是被指甲所累 对我指甲太长了 对 这个是不是快快差不多了 不不不 炸吧 你叫炸吧 她主要是为了这个 时段的收视率 因为你看 观众 打开东南卫视到中午这个时段 本人肚子又饿 然后看见一大胖子 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她看得近吃不着 但是美女呢 秀色可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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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炸的有点像茶树菇 我也觉得 哦 还可以再炸 茶树菇真的是蛮好吃的 嗯 而且一定要用干锅做 加上一点点 你知道涛哥最不爱吃什么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最爱吃什么吗 不知道 茶树菇 他跟我还不熟了 我最不爱吃的东西 不要聊他了 算了 好 这回可以了 我们捞出来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开大火 知道不 把火开开 开大火 这么着的话 它油温过也 它不会偶油 这就是那什么 你说从中火调整大火 对 这样它不会偶油 对 哦 还真正炸干了 对 我们把这个 稍微给它挤一挤 完了 剩下呢 我们就还要下一步 把汁交进去 对 不是把汁交进去 是把它扔到汁里面 对 请进来 你听完这个 它里头有 会有一点 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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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为什么 这是里头干 油没有了 它得吸入这个汁 哦 我们稍微给它泡一泡 好吧 泡个十分钟 八分钟就可以了 哦 天哪 所以它是先把里面 所有的水分都逼干 只有用调好的碗汁 再让它吸收进去 所以这样的茄子的话 它本身的滋味 除了本身的滋味之外 更无味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 香菜加进去 嗯哼 我已经情不知情地 在旁边咽口水 我也觉得很香 天哪 你想想 你来自海南吧 对 你想想我们在海南 最棒的那个 三亚边上的 那个酒店边上 就是海南最美 嗯哼 珊珊和我躺在旁边上 对不对 然后旁边摆着一杯 那个 然后呢 它端出一碗铁 这碗盘是太大 对 但是一定好吃是肯定的 因为它属于凉菜 对对对 好 我们先放会儿 放八分钟 为什么放这么久 因为让它把味儿 充分吸干 吸够了以后 它觉得回软 它才好吃 因为现在有点烧 有点硬干 嗯哼 好八分钟以后 开始再品尝 好 来 可以盛盘了 好 我们把这个 哇哦 这个呢 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的汁给它 拎干 哦要拎干啊 对拎干 不要让它含太多的汁 哦 哎很好看 真的 这个 这个首先你端出来 现在就没有人 没有几个人能猜到是茄子 是 他们一定会以为是某种菌类 我觉得有 这来看有点像 茶树菇啊 牛肉干 有没有 也有点像牛肉干 对 牛肉干配茶树菇加猪耳朵 哈哈 但其实我已经闻到味道了 真的很香 很香 还有一股酸的味道 嗯哼 现在要放白芝麻 对 稍微放一点点 刚刚赵师傅都已经跟你说了 嗯 他不能让你开心 但可以让你开胃 是 他不能给你幸福 但可以让你吃得舒服 啊 这就是一个好的大厨 来 看看能不能开胃好吗 好好好 我们来品尝一下这个 胡同里的 茄子 茄子 我差点说什么胡同里的串 哈哈 来来来来 试一下试一下 我一定要加上这个香菜一起来 这口进去一定是滋味丰富 我要蘸一点芝麻 嗯 嗯 它其实有点酸中带辣 还有一点 我给你讲啊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刚刚它给你凑得很近 我跟你讲 真的好吃 嗯 就是茄子呢 它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饱满的感觉 但是 它的味道依旧有 是 而且呢 它又加入了新的味道在茄子当中 是的 所以让这个茄子的味道变得很丰富 就像刚才兵哥说到的重点一样 五味杂陈 赛 怎么样 真的很棒 很棒啊 嗯 所以啊 这个胡同里的茄子 大家可以把它学会 呃 当然不同地区我们可以给它改名嘛 是 北京就是胡同嘛 到了海南你就叫 海边上茄子 海边的茄子 到福州呢 就是船上的茄子 嗯 三方七巷里的茄子 哦 这道菜那就卖得贵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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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